是 昨晚我老婆又跟我說耶穌 不是, 是說孔子才對 試完了牛仔英文麥書史無前例 拿到一百分 一回來就問我拿了獎品 誰知道被我識穿了 原來他出貌 我很生氣 一手拿他的電話我就說要報警 不是, 是要告訴他阿Sir知道 誰知道我老婆立刻阻止我 一手就拉了我出去露台 然後他跟我說 他說以前有個人跟孔子說 他有個朋友非常正直 正直到連他老婆偷東西都要舉報 最不得手軟 我說對 這些叫公子當頭大義滅親 我就是這樣的人 我老婆說這樣就是錯 孔子跟那個人說 他說真真正正正直的人 是不應該督穿他爸爸 反過來做爸爸的 也不應該揭發過兒子 我說你有沒有搞錯 亂說話, 教壞小孩 幸好牛仔聽不到 他說他沒有搞錯 不信你拿一本論語看看 我也懶得理他 反過來我就想回家 誰知道他一手又拉著我 又繼續說 他說其實孔子的意思呢 公義是需要合乎人情的 我說 那即是怎樣 然後他又繼續跟我說 他說在你大義滅親之前 你有沒有想過 你兒子做甚麼出貓 我都不會回答他 然後他又說 好, 你經常給他壓力 他現在出貓 是要討好你 我說我怎樣給他壓力 我只是跟他說 不要學我這樣 要讀好英文 將來長大了 做不到特首 都可以做特首的司機 那就出事了 你經常跟他提著特首的司機 我想他真的以為 讀好英文大了 我唯一的出貓 就是做特首的司機 但他曾經跟我說過 他的志願不是要做司機 是要做飛機師 我看出露台 外面很大霧 在朦朦朦朦朦之間 我覺得我的臉有點濕弱